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还是单身 那就赶紧找个男人 老板 您跑题了 我这是跟你探讨 解决你精神不振的方法 以令你更好的投入工作 立不立我更好的投入工作 跟我结婚结婚谈不谈恋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老板 我们能回避个人隐私问题吗 你看你 什么态度 我 我只是关心你 谢谢您的关心 我知道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敢 一定认真工作 我回去干活了 再见 工作不好又不温柔 两头不沾 我处的老男人 喂 警官 干什么呢 工作中 有消息了吗 耶 到我们家寿楼处交定金半手去 八折 真的假的呀 你别弄得跟上司机上让我白跑一趟 我顶着我们家未来儿子的学生证我跟你发誓啊 我保证让你高高兴兴买房来像个兔子似的回家去 靠谱 来 我马上就来啊 老板 我谈业务去了 这是您的现金收条 好 请收好 谢谢啊 您的首付款一共是三十六万五千七百六十元 余下的款呢 请您在三天之内 打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 账号啊 在合同的最后移 我知道了啊 那我那个贷款怎么交啊 贷款资料我会尽快去银行进行申请 正常的话 半个月内会给您回复的 请保持手机畅通 银行会跟你联系的 等贷款办理下来之后 您就可以来拿钥匙入住了 我知道了 那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吗 谢谢啊 我送您出去吧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喂 西诺哥 约米达 帮我找一下筋骨 筋骨 是这样的 筋骨正和我斗气呢 我想你平时跟他关系不错 你的话他应该也会听 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他 看他在哪儿 帮我劝他回来 我的话他能听吗 女的话他都听 好像是啊 好吧 我知道了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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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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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 你怎么来了 敢定是西诺哥让我来的呀 要不然我才懒得理你 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独自惆怅呢 感情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呀 非常滋润润润 相当安安逸 我会折磨我自己吗 我这叫想 想成少女 那 小少爷 你没叫个一心按摩啊 精致啊 讨厌 穿衣服跟我走 绝不 筋骨 我告诉你啊 只要陆 陆的总经理 在那房子里待着 本上也绝不踏进家门 半 半步 我可爱 帅气 善良的小少爷 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我的面子都不给吗 好 以后谁要是不去公司上班 我发誓 一定跟西诺哥打小报告 别 别呀 你这还没嫁给我哥呢 就 就想跟我哥似的管我是吧 胡说八道 说 说你心里的话 我问你啊 你说就我哥那伪行男 你喜欢的什么呀 说 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啊 你别 别逗啊 我比你大 大一岁啊 行了 你不要说那些 嫩七八糟的 走走走 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 不走是吧 钱包在我这儿的 你要是再不走 你就让西诺哥把你的卡都停了 穿衣服回家 你不非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哼 你 没 没 你把这儿还给我行吗 我 我都给你找了 你给 给 你给 这 这 这么多美女 这才享受生活呢 来来来来来 我回家 不是 你这才是享受 我回家 来了 你 让我开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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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把门打开你 不是 我 你一脚他俩成的骗子 好啊你 你给我解释吧 原来你是个骗子你 姐妹妹 跟我报仇好 我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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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少爷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是不该谢谢你 还肯给玉米个面子 我是卑鄙无奈 否则我谁面子都不给 等等 干吗 谁的事 我的车 你的车 你前两天开回来的不是这辆呀 我换了 换了 为什么 你还问我为什么 你又不管我 我得吃 我得喝 我得花天酒地吧 臭小子 谁不管你了 进屋 上课 不是 不是 怎么就上课呀 金果 我是你表哥 但就跟你情歌是一样的 今天晚上 我想跟你敞开心扉 咱俩好好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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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吧 开 开始吧 你跟我说实话 你 是不是对那个女人有好感啊 哥 我发现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阴暗呢 你的内心怎么就那么不纯洁呢 我不纯洁 你别把事情看得太复杂 用干净一点的眼光去看待别人行吗 我跟那个女同志是 是非常纯粹的有意关系 纯粹的有意关系 你这话完全没有说服力 你说你才跟他见了几次面 认识了多久 我就不相信一个男人会费尽心思的 为一个自己毫无感觉的女人打着买房 还不适合自己的欺人撕破脸 你这友谊 动力还挺大 不是 哥 我帮她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些承诺 如果反悔会很没面 那不是纯眼门 不是男人你知道吗 行 你心胸坦荡 我佩服你 但是你用善良坦白的心对人 人未必这么对你 现在的女人有多复杂 你知道吗 也许她就是为了利益 才刻意接近你的 哥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我发现你对她印象怎么那么差 这么着 你说说看 说说听听 没有 我跟她们有什么故事 那这就不对了 你又不了解人了 是吧 就凭她第一个印象 是不是 你就把人家人品盖棺定论了 我发现你一直针对她 不对 这里边肯定有事 而且不可靠人 你这么着 老实交代 说 我跟她真没故事 我 我也不是特别针对她 我就想给你提个写 善良和坦荡都没错 但是面对女人 你就得保留三分 可是哥 我跟她也没怎么样了 我就对她提供了那么 一点点小小的帮助而已 你那个付出和帮助 根本完全违背常理 解释不通 那你说 怎么才能解释得通呢 那唯一解释得通的 就是你对她有好感 不是 哥 我发现你这人 内心怎么那么阴暗呢 你这人怎么 就那么不纯洁呢 我不纯洁 你用干净一点的眼光 去看待别人好不好 别把什么事 想到都那么复杂 我和那位女同志 是纯粹的友谊关系 纯粹的友谊关系 你这话说得太没有说服力了 你说你跟人家才见了几次面 不 别 别 别 哥 等 等 等会儿 咱俩好像又受到开流了 又 又绕 绕回去了 你 你这么着啊 哥 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 有 有时间咱俩再聊 拜拜 再见 这 好像是绕回去了 还一模一样 下次跟他说话 还真得打草稿呢 喂 喂 陆总 什么事 我想跟您请几天假 为什么 吴昕那边多忙的呀 这两天还得去一下 我知道 陆总 我知道现在请假不好 可是没办法 我家里有点事 我得回去几天 你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奶奶刚过世 我必须得回去 那 那我不拦着你了 既然顺便 谢谢陆总 我还要赶飞机 就不打扰你了 再见 进来 陆总 陆总 该送你新一批业主的贷款申请了 您看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您给签个字 他也买了 买了 他不是要发折吗 怎么九折搞定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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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什么呀 问你话的 不是 不是 陆总 就是金经理 他 什么金经理 金谷 是是 这是金 金谷给办的 金谷 金谷 哎 哥 你怎么回事这么早 过来 干什么呀 问你话呢 你换车省了那一折钱 去哪了 干 干什么呀 这 这 你也管呀 那是公司给你的钱 我有权知道他的去一下 哥 这钱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那些钱可不是你自己挣来的 是 是不是我自己挣来 那也是咱 咱们家的钱吧 我花咱们家的钱 嗯 你就别说什么了 好不好 放风点 不是不让我花 怕你花就不给你了 重要是你花到哪去了 那个叫琉璃的女人 用八折买了咱们一套房 那一折是你给补的吧 是 是 是 怎么 你学会包养啊 哎 哥 我 我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我跟他的关系是纯粹的 有 有意关系 我给他搭了一折 是因为我 我自己的承诺 根本不是因为什么 风 风花血月 你的承诺是你的事 你有什么权力动用 家族其他人的血汗钱 去送给一个素媚平生的外人 我 我 我也不想了 这 本来说好了八折 你给反悔了 我只能迂回前进 绕绕到二行了 还有 哥 这事啊 就这么着了 你 你也别说了 你别因为二十几毛钱的事 再把咱哥俩的关系给废 废了 金谷 我告诉你 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你跟我一起去要过来 一个是我自己去要过来 我不会允许家里的钱 给一个混女人骗走的 哥 我金谷啊 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要是背着我 去找他要钱 我金谷跟你金生金世 吃不两链 这话是你说的 所有的后果 你自己承认 我 我可以承认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我找一下你们陆总 哦 请问你有预约吗 我们已经约好了 好的 您稍等 好嘞 喂 杨秘书 陆总约的客人到了 陆总 您好 请进 我们刚才通过电话 谢谢啊 陆总 我的 知道我们公司吧 知道 知道 当然知道了 陆水地产 那楼盘老牛了 你们公司一年的营额多少啊 将近五百万 五百万 行 那我就直入正题了 我们公司一年的广告投入 是三千两百万 你们公司能吃多少 这个 我们的制作能力 还是可以的 我呢 当然希望尽量多地满足您的要求 那你能吃多少 我就让你吃多少 真的呢 但是我有个条件 您说 这个人是你公司的吧 是 他找过您是吧 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业务员 把他开了 什么时候把他开了 什么时候来签约 开了 陆总 这为什么呀 你是做不到品牌 做 一定做到 我马上去办 快去 陆总 您这些天 是什么时间 我下星期二之前都有空 随时欢迎 好的 再见 我很快回复你 再见 再见 ke 请 像 估计 赶紧 估计 我 我 喜欢 你怎么知道吗 走走走 走走走 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说 离开那个窥狮 应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了 不用再防着那双贼溜溜色眯眯的老花眼了 可是 怎么就一点都兴奋不起来呢 难不成 我会对她产生变态一样的感情了 绝对不可能 我是一个心里正常的难得的好女子 可还是有点失落 为什么呢 哦 是她吵了我 而不是我吵了她 被她抢先了一步 心里失望 半途了吧 半途了 斩丁接铁的让她走人了 她什么反应啊 那还有什么反应 就是失落呗 那她哭了没有 哭 好像没有 只是失落 您下手够狠哪 那当然 您不喜欢的人 我怎么会用呢 您说是不是陆总 那是那是 她跟你干多久了 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了 干了三年 你都毫不犹豫把人给开了 你还真没良心 你跟老员工都玩怎么合 你有意思吗你 陆总 这不是怕 怕影响跟您的合作吗 以大局为重啊 去去去 去签合同 陆总 那我就 楼下宣传部 说我让她 那 那陆总 你忙着 陆总 签完合同 以后找个会办人设的业务员 来谈工作就行了 你别在我面前出闲了 去 好 让你开除就开除 真没人形 到底是怪她还是不怪她 会不会太狠了我 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到底是不是带有目的性的接近金武 怎么 今天心情不好吧 丢工作了 你是不是该趁机会 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嗯 这也不好 我这么说 不就代表她的工作 是我弄丢的吗 你怎么也不出声啊 我看你自言自己说的那么高兴 我哪好意思打扰你啊 怎么 来跟我举白旗了 知道自己错了 对你之前跟我说那么多恶意 讽刺的话 觉得心里内疚了吧 来跟我道歉呢 错 不是道歉 是道谢 就我上次收留你避语的事 专程过来给你的机会 向我道歉 不用了 避语的费用我都已经付过了 所以从今以后你跟我之间 两亲 你还真是熟门熟路啊 又想上我家去了 说正经的 我有事要问你 那我也说正经的 你问我就得答呀 是关于李叔的 你跟李叔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你问这个干什么 啊 因为 因为你经常到甜品店来 而且你对李叔的身体 还特别关心 有 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老板和老顾客的关系 我在认真问你 请你认真的回答 我也很认真的回答呀 他家的甜品确实很好吃啊 就当我没问 干什么 你是心情不好吧 我带你去散散心 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的 工作都丢了 心情能好 我猜的 算你猜对了 我的确心情不好 走吧 好点 心情快好点 谢谢啊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其实你还挺细心的 你才发现啊 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你去过度自信吧 我告诉你 你根本不是我的菜 你不是不昏足吗 还挑菜 挑挑不行啊 你就多了 喝多了啊 你别告诉我 你就一瓶啤酒的量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就这样 你说你那么不能喝 你陪我出来喝什么酒啊 你心情不好 我是有责任的 我陪你开解开解 不要紧 你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啊 你是说上次啊 算了吧 我这个人是很大肚子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就当翻篇了 你没摔着吧 别说 你的脸这么看起来 倒是没有平时那么让人讨厌 这么想接见我 你目的性 很强的 单身女人 谁目的性很强啊 明明就是你抱着我不松手 我告诉你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 做女人要有骨气 要么谈恋爱到结婚 要么玩玩别当真 要么高贵的单身 你姐姐我就是最后一种 今天是因为你陪我出来喝酒 我才跟你解释的 你真喝多了 我心弄了 这是情 喝醉了 要不要让你酒后涂真眼呢 不过趁人之威 是不是不太好 我这可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黎叔 你是叫陆希诺吗 你是不是人狼 一致还算亲切 靠谱 直奔主题 你说 是不是你爸爸 妈妈 我要跟爸爸 对不起 我要跟爸爸 妈妈 好 好 好 希诺 希诺乖啊 是爸爸不要我 所以 我们就不要他了 以后妈妈永远陪在你身边 好吗 希诺 你一定要记住 一个抛弃妈妈的男人 他不配做你的爸爸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我应该扣着 一定是给你朋友照片 看着我屁 快起来 你怎么这么重啊 平时吃那么多 你应该减减肥 你怎么这么重啊你 呀 哎呀 不太厉害了 喂 许多哥 起床了吗 提醒你十点在楼下出发 别忘了呀 知道了 下车 下车 你醒了 好心了吗 我昨晚说什么 你昨天晚上都说了呀 说李叔是你 行了 酒后的胡言乱语 你懂 去我全忘了 陆新诺 你把所有事情都谈在心里有意思吗 不关你呢 你有意思没意思啊 都不能讲礼貌 陆新诺 什么东西啊你 好心没得好棒 就把我扔在这儿 你好意思啊你 刘丽你就是太善良了 对待这种人 以后就不能那么善良 好心没好棒 保持距离 一定要保持距离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徐多哥 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皮包里边有板的根 记得每天黑大啊 那边可热了 嗯 你放心吧 其实 你大可以不用担心我 最主要的 是要帮我看好他 不是你 哥你看我干什么 我又能怎样 你别光顾的游戏 有时间 多跟玉民姐熟悉公司 干点正事 不是哥 这个游戏里边也有人声啊 我有我的人声 这就是咱俩的 不离境界 最好谁也别干涉谁 你是少爷 谁敢干涉你 我就是弱弱的智慧 你老人家一生 看好家 管好人 要游戏人生 待家里就行 别出去游戏社会 No problem 就能做照顾好自己啊 拜拜 不离境界 不知道 去安装 去安装 好吧 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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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妈走了 表爸还在呢 不是 玉明 我告诉你啊 你别让我在公司待着 你要让我在公司待着 我容易遇遇 不是 容易易遇遇 遇遇也得给我待着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寸步不离 我这是政治任务 不是 你怎么不学好 你这不是助 助 助周为虐吗 你 我不在公司待着 你别 我不在公司待着 你别让我在公司待着 行吗 我 林啊 林啊 起来 来 林啊 起来 喝点鸡汤 妈给你熬得可香了 乖 起来 来来来 起来尝尝啊 老好喝了 多大的事啊 至于啊 妈相信我 姑娘 我跟你说 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啊 咱就是找不着 咱好好找一好男人子嫁了 气死他们啊 人不都说吗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对不对 哎呦 妈 您是真想得开啊 您怎么那么乐观 您是不知道 您姑娘我这找工作找了 都丑死我了 哎呀 闺女 啊 别恼心了 啊 啥事都得想开点 啊 跟妈说 妈就心大 还有 你不是在那个啥 那个甜品店 不是兼职呢吗 再一个妈有退休金呢 你丑啥呀 丑 妈 那点哪儿够啊 你怎么不知道 房贷压死人 快说呸呸呸 又说傻话 真是 妈就相信那个 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恶不死 瞎家桥 知道吗 凭我姑娘的优秀 啊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条有身条 就她那破工作 那算啥呀 咱还不愿意干呢 是不是 咱架得好呢 是最实际的 啊 来 看来 妈给你从这个 市里家园去网站 又选了几个 哎呀 这几个小伙子 那条件老优秀了 跟你绝对般配 起来看看 不是 挺慌 过一样 起来 妈求你 妈 得得得 您又来了 打住去 妈打住 妈走 把你出去 妈快出去 你也喝口汤 喝汤 喝汤去喝汤 不是 我严得好好严 我严得 你喝汤我马上得严 妈 我好好严 你又喝我 妈 来 好 来 为了不找到你 我必须要找工作 为了付房贷 我又必须要找工作 我要向施太阳 举止自若 清静为主 把那些不想让我好的人 吃着就放了 慢用 要喝 要喝 不行 我只要你品一下就可以 所有 好 从您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来看 很接近我们的要求 我本人对于这个工作很有信心 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很好 介意问您几个私人问题吗 我不介意 您随便问 您的简历上写的是未婚 请问您现在有男朋友吗 啊